我們來看一下有關性別的部分 因為我們會需要用到兩個函數 一個函數是抓第二個字 再來做邏輯判斷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拆成兩個階段完成這件事情 所以第一個我們要抓什麼呢 這個身份證字號的第二個字 這個身份證字號的第二個字 特別注意如果你要抓 某一個儲存格前面的資料你可以用laps laps函數 如果你抓後面的資料你可以用right函數 像前面這邊我們有那個其他練習 你有時間的話可以上 比如像那個laps 你就可以擦入函數 在文字函數裡面 會有一個laps L開頭的 那這個laps的意思顧名是一碼 從左邊算起幾個字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你第一個給他文字 就這個文字 那如果我要的是前面四個字 你就輸入4就好了 有沒有他就幫你抓 前面四個字了 OK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啦 那right的話 後面 前面跟後面 可是如果中間的話呢 那你就要mid 就mid mid OK 那如果因為我們這個 剛剛這個練習是剛好 身份字號 他 就是 性別剛好不偏不移 在中間 所以如果你要的資料 是在中間的話 那特別注意你就要mid函數了 所以很多時候 我發現用到mid函數的機會 會非常大 因為很多時候 你要的資料 剛好就在某個編號 或者某一個文字裡面的某個部分 那你就可以用mi 這個還 非常好用 用到的機率我覺得好像會比 laps跟right還要多很多啦 OK 所以 那要怎麼用 第一個 游標一樣放在c12的位置 有沒有性別 所以請各位 往下找那個身份字號的性別 這個下面 c12 2的話呢 所以特別重要 游標 放正確的位置 2 插入函數 有沒有一樣 找到mid函數 mid 所以你往下找 mid找到了 OK 然後呢 按個確定 不過底下會有相要說明 那你可以有時間再看一下 按確定 然後他跟你要三個東西 所以你只要看懂 他跟你要的三個東西 你提供給他正確的 資料 他就會給你 你要的結果 所以三個問題 那三個問題其實 當然他這個地方的問題 前面都有個提示 只不過他那個提示都英文的 而且這個英文都很簡略 但是你慢慢習慣 你會發現你慢慢可以 歸納出 他固定的邏輯 像第一個什麼呢 TES TES指的就是身份字號在哪裡 身份字號給他 第二個問題是說呢 STAR MUM是LUM 意思說 第幾個字開始算起 STAR 從哪個字開始算起 那我們要從第幾個字算 第二個字 第三個問題是說呢 LUMBER CHARGE 意思說 你要 幾個字 一個字嘛 對不對 所以應該懂那個邏輯吧 所以其實 慢慢你們要習慣就是 前面那個 前面的提示 我是覺得他沒有把它翻成中文 還蠻可惜的 應該把它翻成比較易懂的中文 可是 不可能啦 我想 因為美國公司 他不太可能會因為 台灣的環境 或者是 華連地區 不過這個島 也不太 不是不可能啦 因為他這個提示 如果 再 清晰一點的話 其實對於他的銷量會更好 OK 那這裡的話 做完之後 第二個字 取一個字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呢 下面的結果 他會給你一個什麼 給你一個1 有沒有 可是呢 請特別注意喔 這邊有一個 非常 容易 發生錯誤的地方 他回來的結果是什麼 等於 什麼 雙引號 1 特別注意喔 這個雙引號1 跟這個 沒有雙引號的1 有沒有相等 這個雙引號1跟這個1有沒有 其實特別注意喔 在以色列裡面喔 他會把它當成一樣的還是不一樣的呢 非常重要這是不一樣的 後面那個是數字的1 前面的是 文字的1 在以色列裡面的資料形態喔 他的形態是不一樣的喔 如果你要用邏輯來判斷的話 他會返還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東西喔 後面那個才可以計算 前面那個不能計算 前面那個是一個文字 OK應該有這個概念就可以了 按確定之後的話 他會返還給我 1 向下填滿 1221 但是這個不是我們要的嗎 我們只有完成 一半 所以再來的話 我希望呢 將來如果 等於1的話 那就自動變男生 反之變女生的話 所以這裡的話 你可能需要 再把你剛剛做完的公式 再放到邏輯裡面 去做判斷 可是喔 我通常做法是這樣 請你先把上面產生的公式 有沒有選取起來 但是選的過程當中呢 不要 選到等號 就是因為我們喔 假如要分兩階段做的話 我是建議來 第一階段先滿命的做完 抓到了 第二階段再去用那個if 否則的話公式會太長 因為你做完之後 他漲的就 其實在我們的那個powerpoint裡面 那個 在我們那個 講義裡面也有 其實做完就長得像這麼一串 有沒有發現 那裡面的話 當然有個if 裡面會包一個mid 所以我們可以先做第一階段 再把公式呢 直接 放到那個什麼呢 一幅裡面 所以做一次給大家 1 先選取mid 後面的部分 把它剪下來 右鍵剪下 2 再插入一個什麼呢 邏輯函數 if 然後呢 邏輯他第一個問題說 你的邏輯是什麼呢 那你把剛剛的東西貼在哪裡呢 貼在第一個格子裡面 如果等於什麼呢 等於1的話 那就是男生 那特別注意喔 等於1有沒有 請注意喔 我們很習慣是等於1對不對 但是你如果打這樣子喔 你會發現 如果等於1的話是男生 所以底下 true的話呢 你就輸入什麼 輸入男 反之的話呢 就輸入女 OK好 那當然你按確定之後 你會發現喔 向下填滿喔 咦 奇怪什麼全部都是女呢 問題出在哪裡呢 其實喔 就是我剛剛講的 等於1有沒有 記得加什麼 對 前後 要加上 雙引號 因為你如果沒有加的話 那 剛剛的雙引號1 跟那個數字的1 他兩個是不相等的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很重要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喔 雖然這 不是 就是看起來好像不會很重要 可是就是細節啦 很多人說 錯完了 老師我公司都沒錯啊 為什麼結果就不對呢 你看 你給他的是文字啊 那你判斷的是數字啊 當然兩邊不match 那就會出錯啦 OK 所以這邊的話 注意一下細節 這個其實未來 蠻多地方的 都會因為這樣關係喔 可能你會卡很久啦 所以注意一下 下下填滿 做完了 OK應該 可以嗎喔 我再把重點再回顧一下喔 1先把1234再做完 2的話呢 把md函數 選取之後減下 那選的時候記得喔 不要選到等號 只選 公式後面的部分 那把它減下之後呢 貼到我們的 if的邏輯函數裡面 然後並且等於什麼呢 等於雙引號的1 雙引號 前後都要雙引號 如果微處的時候呢 那是男生 反之的話呢 那就是女生 OK 這樣的話呢 這邊的話 女 好這樣 公式 就 完成了 好啊你做完之後 向下填滿喔 結果應該就會是正確的 那最容易出錯的是那個1的前後雙引號 這個概念一定要有 而且非常的重要 那當然我發現很多人喔 似乎好像沒有這個概念 所以很容易做錯 錯了之後也不知道錯在哪裡 OK 在Excel裡面喔 它就是文字 是文字 數字是數字 但是表面上看不出來 除非你要看公式裡面 才會知道 所以這裡的話呢 請各位先試著把 那個身份證字號這個地方 主要是學習文字函數裡面的MID 這個 它的主要作用是 你要把某一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去抓取它 哪些資料 部分資料就對了 其中延伸性還有 Labs跟Rights函數 如果有時間的同學 你也可以 練習我其他沒想到的部分 底下好像還有很多 前面就是我們要的資料 後面就是我們 題目的說明 試一下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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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